宝宝们,起来制作糖果了 我给糖果机里放草莓 我给糖果机里放巧克力 凯莉最喜欢吃螺丝粉了 我给糖果机里放螺丝粉 我给糖果机里放世界上最臭的飞鱼罐头 糖果制作完成 凯莉起来品尝 会是什么味道呢? 我放了草莓,肯定很好吃 喵喵喵 哎呀,一股臭袜子的味道 是谁放了难吃的东西 啊,对不起凯莉 我只是放了你爱吃的螺丝粉 没想到会这么难吃 算了,小野 你下次还是别放这么奇怪的东西了 第二轮糖果制作开始 这次是美颜鱼制糖果 我给糖果里放芒果 我给糖果机里放柠檬 我给糖果机里放花朵 上次放了飞鱼罐头,没有被发现 这次我在糖果机里放辣椒 糖果制作完成 美颜鱼我放了芒果,肯定很好吃 喵喵喵 哎呀,好辣好辣 可恶,是谁放了辣椒 肯定是小野 上次就是因为他放的螺丝粉 才把糖果变得很难吃 不,不是我 我这次放的花朵 白雪,辣椒不会是你放的吧 你少怨望我了 好了,你们别装了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辣椒是谁放的了吗 如果是小野放的 就在评论区发送一一 如果是白雪放的 就发送二二二 这么多二二二,原来是白雪放的 白雪,你竟然敢捉弄 没言语 下一次,我一定要给你做世界上最难吃的糖果 我给糖果机里放臭榴莲 哎呀,这下我可惨了 我知道错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小朋友们,你们说 我要不要原谅白雪呢 如果要的话 就在评论区发送666 如果不要,就发送999吧 我听你们的 就在评论区发送666 我以后再评论区发送666 我以后再评论区发送666